哈喽大家好 今天做大虾 我们用的虾是去头的白虾 那你买虾的时候 不管是买带头的还是去头的 都要挑它壳亮亮的 有光泽的 肉身挺挺的 这种才是新鲜的 今天我们开个小油锅 做葱油大虾 虾这样去肠 那如果你仔细的话呢 这些虾饺都可以剪掉 冲洗后沥干水 那像这样的虾比较大了一点 如果你想它更入味 这个背肌上可以剪上一道 但是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 锅要热油要热 那油呢不要太多 我们不做油爆虾 油爆虾后要小小的和虾才合适 姜丝先爆香 去腥去寒 冲晚一点下 虾先下 大火翻炒到虾可变色 第一步喷一点料酒 再几秒钟多盖 开盖后去克调料 非常简单 糖盐而已 放入虾 葱花这个时候下 葱花这个时候下 香气也能出来了 颜色也能留着 颜色也能留着 整个过程看虾的大小 掌握在两分钟上下 大火 水分收干 这样油光光的 挡挡凉了就好了 好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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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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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